今天和大家分享一波 军火商造出微型核弹卖给恐怖分子 中情局猛然特工出动 却败给了后勤胖女人的动作喜剧电影《女间谍》 大家好,这里是王帝江电影 特工阿帅正在酒会上执行一项秘密任务 他故意将杯子扔在三名女士脚下吸引保安注意 然后趁机来到地下室 地下室的大老板萝卜此前造了一个微型核弹 计划要卖给针对美国的恐怖分子 并且完成后杀掉了所有知情人 阿帅举枪说 给你10秒钟时间说出核弹在哪 结果 核弹位置唯一的知情人就这么没了 蔡花是中情局分析师 专门负责配合阿帅执行危险任务 属于无名英雄类型 在他强大的情报系统的支持下 阿帅面对数十包围过来的保安丝毫不慌 一顿操作猛如虎 顺利冲出包围 最后跳上了一艘快艇 可敌人火力太猛 压得他无法打火 蔡花果断控制无人机发射导弹 导弹击中码头将保安直接占飞 阿帅趁机发动快艇突出重围 为了感谢蔡花 阿帅决定请他吃大餐 这可把单身四十年一直暗脸阿帅的菜花高兴坏了 不过他上来就把压缩擦手巾给当菜吃了 尴尬的他只能说是清洁一下味蕾 其间阿帅送给了他一个疯狂小蛋糕的项链 激动的菜花把两人孩子的名字都取好了 中情局里上司并没有放弃寻找核弹 因为他们又得到了一个消息 萝卜的女儿罗斯在萝卜死后 去瓦尔纳国家储蓄银行 取走了一个手提箱 里面很可能就是核弹 而他最近跟几个恐怖分子的头目频繁联系 明显就是要将核弹出手 上司派阿帅去罗斯藏身地把他抓回来 但蔡花却觉得 罗斯藏身地暴露的太容易 提醒阿帅小心 不过阿帅并没有放在心上 果然一进罗斯的房间就中了陷阱 被罗斯用枪控制了 罗斯把阿帅一枪爆头 然后对着镜头爆出了中情局所有特工的名字 扬言来一个死一个 特工部举行了严肃的葬礼 蔡花伤心欲绝 她的爱情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她一心要给阿帅报仇 果然在回放录像时 发现了罗斯厨房操作台上有张纸条 上面是一串电话号码 郭达森也是被泄露名字的特工之一 气得他直接破口大骂 蔡花查到的电话号主人是一个中间商 专门替恐怖组织寻找货源转差价 郭达森主动要求去盯梢 可现在外勤特工身份已经被曝光 中情局无人可用 这时蔡花主动请应 她从未出过外勤 没人知道她的存在 不过 郭达森打心眼里不看好蔡花 还嘲讽她像个食堂大妈 可领导实在无人可用 只能同意 不过 给她安排的身份是软件销售 同时还是四个孩子的妈 蔡花吐槽 照片上孩子愁眉苦脸 更像是她绑架的四个人质 不过 这都不重要 能当特工就行 蔡花兴奋的跟同事来到装备部 里面的工作人员正在开发 调试各种新武器 蔡花来到管家跟前 哇 自己的装备这么酷炫 结果管家说那不是她的 真正属于她的装备 是一个带毒针的求生哨 含有能让人昏迷物质的痔疮湿巾 伪装成绞其药的速冻防浪喷雾 能解毒的口服式开赛度 最后是一块红外线夜市手表 这些东西虽然看起来比较奇怪 但是能完美隐藏蔡花特工的身份 她装成旅游客来到巴黎 酒店破的牌子后面都跑老鼠 里面更是阴森恐怖 像是恐怖片现场 好在进屋拿到了自己的通信装备 有同事远程提供指引就安心多了 而在地下室工作的同事们就比较可怜了 才经历过蝙蝠泛滥 现在老鼠又成灾了 而且完全不怕人 喜巴脸出来后 把蔡花下了一居领 郭达森不知什么时候溜了进来 他还是不信任蔡花能完成任务 所以非要插一脚 还说了自己以前炫酷吊炸天 外家有点小凄惨的经历吓唬蔡花 什么把心爱的女人从飞机上扔下来 结果撞到另一架飞机 自己只有一个雨衣当降落伞跳楼 结果摔断腿什么的 最夸张的要数半城奥巴马 开新闻发布会了 把蔡花唬得一愣一愣的 隔天 蔡花来到中间商的住址 发现中间商已经烧毁一切后撤退了 路边的清洁工说 昨晚这里失火他还拍了照片 蔡花敏锐发觉 照片里的人就是中间商派来的纵火饭 餐厅里 郭达森又来泼冷水 早时候还被那个纵火饭跟踪了 纵火饭趁他不备 把他的背包掉包了 郭达森丝毫不知情 背着背包走进人群 蔡花情急之下闯上表演舞台 抢了话筒大声提醒郭达森 郭达森打开背包一看 里面是一颗定时炸弹 赶紧一路咆哮把背包扔进了盒中 炸弹轰然爆炸 不过好在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可那名纵火饭趁机拍了蔡花的照片 要是被他跑了 蔡花的身份就暴露了 于是 蔡花直接持枪追进了大楼 纵火饭偷袭打掉了蔡花的弹夹 可他不知道蔡花是个近战汉妇 正得意时被蔡花突然反制 最终摔下高楼意外死亡 综合饭的相机里除了郭达森的照片 还有视相机时拍摄的中间商和女助手 以及一台劳斯莱斯魅影 蔡花叫同事黑进魅影的卫星辅助传动系统 这样就可以随时定位中间商的位置了 于是 蔡花摇身一变成了一位李毅主妇 目的是刚卖完车子要去欧洲旅游散心 隔天 他乘坐飞机来到罗马 一出机场就遇到帅哥撩妹 不过 不用灰心 同事也给他安排了一名专职司机特工奥多 不过 这个奥多有点不计口 总是爱占小便宜 就连开车途中也不例外 他们抵达酒店门口的同时 中间商也刚好带着手下赶到 晚上 蔡花把自己装扮成黑天鹅 不过 混进酒店的途中被接待拦截了 谁知 郭达森在里面 顺便帮他解了围 两人表面和谐 可转身来到角落就开始互喷 随后 蔡花在乱窜中果然发现了罗斯在这里 同时也意外发现 有人往他的酒杯里下药 为了找到核弹 蔡花硬着头皮阻止了罗斯喝酒 罗斯将信将疑 派人抓到了下药者 逼他喝下那杯酒 果然 男人喝完当场就领了盒饭 蔡花也因此得到罗斯的信任 成功打入敌军内部 罗斯请他吃饭 服务生又是同样的操作 蔡花长惊艳了 直接把擦手巾拿起来就扯 不过 尴尬的是 这次就是吃的 罗斯为了报答蔡花 决定带他去布达佩斯享受一下 联想前 发现郭达森身份又暴露了 眼看他就要被罗斯的手下干掉 蔡花赶紧用摩斯电码 给同事发紧急信息 一瞬间 整个罗马的电源被切断 郭达森趁机发战 干翻一众保镖 灯光再次点亮 横七竖八躺了一地 私人飞机上 罗斯递给蔡花一杯酒 说蔡花长相和性格都太像他妈了 蔡花喝完当时就头晕脑胀 刚想吃两粒解毒药就晕了 醒来后 罗斯第一句话就是 他已经翻了蔡花的包 只有脚气药 痴床贴和开赛路 让他毫不怀疑 这时 浮成小胡子一枪毙了保镖 他想独吞核弹自己去卖钱 随后又连射两枪干掉了驾驶员 关键时刻 蔡花突然爆起 小胡子哪能想到他会坏事呀 手枪走火后 被气压吸到了顶棚 蔡花用毒针哨子射死了小胡子 然后立马去控制飞机 飞机正在急速俯冲 机舱里的东西都因为失重飘了起来 他在大脑中快速翻阅关于飞机的资料 终于明白如何控制飞机 期间 罗斯被两具尸体蹂躏不清 最终飞机回归平稳状态 可蔡花也因此暴露了他不是普通人的身份 蔡花灵机一动 说自己是萝卜生前雇佣的保镖 专门负责保护罗斯的 为了安全降落 罗斯也只能选择相信 而蔡花也的确把飞机降落到了布达佩斯 现在他的身份可谓水涨船高 说话一口一个法克 把罗斯喷得没脾气 甚至还抱揍了罗斯的保镖金毛 抢了他的大衣 可没想到同事长时间联系不上蔡花 竟然根据定位跑到这来找他了 蔡花只能谎称他也是自己人 金毛多了一句嘴 结果直接被蔡花喷哭 这时又有一辆宝马车突然出现开枪袭击 金毛反应太慢 当场重担身亡 蔡花抢了又拆的小摩托就去追 原来是带盘的他骑不了 抢了另外一辆摩托 终于追上了宝马车 一枪打爆对方的轮胎 发现里面坐的竟然是中情局的头牌女特工 看来就是他跳凡泄露了大家的资料 话没说完 头牌就被远处的人击杀了 回到酒店 罗斯爆发了 整个安保小组被杀的就剩他俩了 而自己还不知道是谁想干掉他 罗斯命令两人 赶紧去给他找新保镖 于是特工奥多又被拉入伙 交易地点被选在夜店 蔡花又在这里发现了乔装打扮的郭达森 别说这么多头发的郭达森 我根本认不出来 两人就想冤假 见面就开架 打了好几个滚才想起来 还有任务在身 中间商的助手也来参与竞标 蔡花突然用枪顶住他的后腰 可没想到对方是个练家子 大长腿一顿抡 然后趁乱跑了 蔡花一路追到外面一家餐厅的厨房 两人一阵乱战 蔡花抄起平地锅再次乱战 两人在这里承担了整部电影的动作戏 蔡花最后还是靠着不讲武德的下体攻击 以及一个干净利落的爆摔制服了对方 可还没问出什么 就被阿帅一飞刀扎死了 没错 就是本应该已经被罗斯爆头的特工阿帅 他不仅没死 还加入了罗斯的阵营 蔡花被无情打晕 醒来后自然身份已经暴露 阿帅还臭表脸的跟罗斯当场秀恩爱 随后蔡花就被关进了地下室 同样被关的还有傲多 可不久后 阿帅又独自跑过来说 他没有叛变 他这么做只是为了取得罗斯的信任 说他拿到核弹后会回来救他的 不过蔡花可等不了那么久 让奥多帮他解开绳子 奥多则趁机大肆捏屁股凯游 最后两人以一个奇怪的体位解开了绳索 出门后 两人小心探查外面的情况 不过 奥多这手总自己爬坡 蔡花自制了一个蜡烛吸引门口守卫的注意 然后从背后偷袭 用灭火器打晕了两人 拿到手枪后 蔡花让奥多去通知CIA和国际刑警 自己去支援阿帅 偷了一辆不知谁新买的宝马车 结果刚到目的地就撞报废了 守卫打开车门一看 里面没有人 蔡花已经趁机潜入别墅 别墅里 中间商和罗斯都在 中间商非要先干掉阿帅 才肯让买家露面 这时蔡花实际出现 说自己为了阿帅不惜做出一切 甚至背叛CIA 而且中间商找的买家 虽擅长黑吃黑 少了我们你根本搞不定 一阵嘴炮后 成功让中间商改变了主意 买家是一名俄罗斯黑帮大佬 他带来了价值1亿欧元的钻石 确认无误后 罗斯等人来到地下车库 打开后备箱的暗格 小心翼翼搬出一个箱子 里面正是那颗V型核弹 可这时中间商和他的手下 却突然暴动 直接把买家一伙人杀光了 哈哈 没想到吧 我才是最终的老大 让两名手下 把钻石和核弹都搬上直升机 原来还有一个客户 出5亿欧元买这颗炸弹 并计划下周在纽约市中心引爆 就在中间商要杀掉罗斯等人时 郭达森出现了 不过这也足够了 菜花趁机突然爆起 一个人几乎团灭了中间商的团队 谁都没想到他竟然粗中有戏 是一个灵活又大力的胖子 不过中间商在手下的掩护下 最终还是逃上了直升机 就在起飞之间 菜花一窜扒住起落架 郭达森也赶紧过来帮忙 不得不说 这直升机马力真大 这都能起飞 郭达森想把菜花当树爬 结果手放错了位置 被菜花一脚踹下直升机 掉进了湖里 随后他自己爬进直升机 想把钻石和核弹都扔下了飞机 钻石凌空都洒了 把中间商给心疼坏了 气急败坏想干掉菜花 一声枪响中间商却中了一枪 原来奥多开着另一架直升机 载着同事来支援了 菜花趁机把中间商丢下了飞机 电影最后 核弹被打捞 罗斯也被国际刑警逮捕 他要在监狱度过后半生了 而菜花也成了真正的外勤特工 阿帅邀请菜花吃晚餐 但是菜花决定 今晚跟同事去庆祝 郭达森要开码头的快艇出海度假 计划先去意大利再去希腊 不过他并不知道这只是个湖 他哪也去不了 宿醉之后菜花醒来 《女间谍》善用于2015年 由保罗·费格指导 梅丽莎·麦卡西·杰森·斯坦森 球德洛·罗斯·拜恩党连妹出演 是一部笑料不断的喜人制作 好莱坞巨星硬汉杰森 也只能干当绿叶 欢乐之中还传达了 反歧视反固化的观念 十分值得一看 好了 今天电影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